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代人物质生活丰富 而精神生活缺乏 心灵空虚 无所适从 反而不如故人的精神生活充实 他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改善 这个问题是纯粹的教育问题 中国念语又说 人与禽兽集系 这个意思就是 人是个动物 禽兽也是个动物 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 就是在教育 换一句话说 人如果不受教育 生活还不如禽兽 这有不少人呢 都曾经体会到 感觉到自己做人 不如啊 这个这个 一些飞鸟啊 像在我们在外国 看到这个天鹅 看到这些野鸭 看到这些海鸥 他们生活那么样的悠行 那么样的自在 总觉得我们人不如他了 这是真的 一点都没错 人为万物之灵的 最可贵的 就是他有能力接受教育 教育的内容一定是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教我们 如何跟人相处 如何跟这一些动物相处 如何跟大自然相处 不明白 这不行啊 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教育的内容 将我们做人的本分 能够做到圆圆满满 这个人就有价值 有意义 精神的生活才能够充满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儒家的教学 你看孔老夫子教学 四个科目 他的四科是有顺序的 决定不能够颠倒的 第一 第一 是 第一是德行ams 德行 是做人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能力道德 是做人的标准 如果要是把能力道德舍弃了 实在是 人给其他动物没有两样 在古文说的很不好听 一贯禽瘦 这个样子像个人 穿人的衣服戴人的帽子 心情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是一无所知 动物在佛法里面讲 他只是受报 而我们人不但受报 而且还要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个苦骨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人如果没有受到教育 真的反而不如亲手 这个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了 都能够体会到的 也能够肯定这个事实 所以各行教育是教学的根本 在古时候 特别是小学 从一个儿童 七岁上学 离开父母 古时候的教学 学生是跟老师 这是离开父母跟老师 生活跟老师在一起 所以老师不但是要教学 老师最重要要叫生活教育 确确实实 做到了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因为老师是个合的标本 是个合的样子 学生跟老师生活在一起 就要向老师学习 学习老师的生活 学习老师除世待人节目 所以小学 学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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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他 教他 尊敬师长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教这些 这是 冷藏的 大根 大本 教他 懂得 忠孝 结义 懂得 无能 罢得 他叫这个 除了生活教育之外 再叫他 学习 学习的教学 是非常单纯的 就是背诵经典 不讲解 老师 看学生的天分 这个天分高的 每天 教他念的课文 长一点 天分 天字差一点 每天念的课文 短一点 古时候 这个课文 不像现在 学校的教科书 不一样 所以从前 念书 都是四书 五经 四书是宋朝时候 才有 古时候没有 古时候的典籍 就是五经跟十三经 这个是最重要的课文 让学生背诵 所以老师每一天上书 上书就是教他 举斗 从前这个书本 没有举斗 老师教的时候 用猪鼻 把它圈出来 就红鼻圈出来 一句一句的圈出来 到哪里是一个段落 把它勾出来 教学生读 教学生们背诵 它的标准是十遍 比如 教您念诗行 古时候的书 每一面诗行 每一行 二十个字 那么换句话 十行 就是两百个词 你一念十遍 就可以背诵 这个就是符合你接受的标准 如果十遍不能够背诵 就是你的能力不够 那么可以减少 减少到社务行 从十行减少到八行 减少到五行 而天字更差一点 叫您念三行 三行就是六十个字 标准是十遍之后一定能够背诵 以这个为标准 能背诵的了 这是我们从古书上看到的 这个一等的天字 大概一天能够背诵七百字 那是很稀有的 我们说是天才儿童 他十遍 念十遍的可以背诵七百字这样子 这个这是很少 通常中等的这个天赋 大概说是背二十行左右这样子 也就是四百字这样子 那么能背之后 老师就是读处 让他背一百遍 让他背两百遍 狼声高颂 所以从前教学是这种教学法 为什么要他念这么多变数呢 儿童记忆力是非常好 这样念下去之后 他一生都不会忘记 所以这个阶段 利用他的天赋的能力 记忆 所有必须要记忆的东西 都在这个时候完成 所以这是古圣先贤的典籍文章 都在这个时候背诵 这是小学 到这个十三岁 十二三岁 小学这个阶段完成了 这个时候 他的一举一动 都符合礼节 我们中国人就常讲的小大人 规规矩矩 不像现在一般受这个西方教育的儿童很活泼 很可爱 没错 东方这个教学的儿童就像大人一样 规规矩矩 一点都不敢苟且 可是他真生只会 十三岁上太学 我们中国教学没有中学 只有小学跟太学 太学就是大学 太学里面的教学方法 完全是讲解研究讨论 而且老师指导学生 怎样把他做到 教这些 所以老师教学生 无论是小学是太学 老师教学生的人数 大概都是十几个人 现在是为小班制 人数都不多 那么老师讲学 都不需要课本了 为什么呢 所讲的这些东西 学生都背熟了 老师自己也背熟了 提起哪一部书 比如说礼记 哪一篇 哪一页 哪一行 每个人都能背得出来 他还要书 干什么呢 不需要书了 那参考书 说到某一个经 某一部书里面记载的 这些东西都曾经背过了 所以老师讲学的时候 不要带课本了 学生听课 也不需要带课本了 带什么呢 带韭菜 有酒有菜 学生挑着担子 老师坐着车子 这个学生搭车 去旅行 一路走是一路玩 一路研究讨论 三个月回来之后 这一本扩程 就完了 真的是叫 读万眷书 行万里路 把这个经典里面 所有疑难的问题 都解决了 经典里面 所讲的某个地方 那地方去旅行 去玩过了 这些古籍都去参观过了 都去考察过了 所以他深地地考察了 他不是旅游观光 他是考察 真实的学问 然后知道 古人这个教训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 在厨师待人上怎么做 在我们从此 某种行业上 应该落实下来怎么做 所以那就真智慧 真学问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历史上 看到很多 不满二十岁 这时候还是童子 若惯 不满二十岁 考中静思 考中拘人的很多 这是国家取材 这个考试的方式 就像现在这个高普考一样 静思等于高考 拘人等于普考 考试的 这个能力强的 分发在地方 做地方首长 做县市长 十几二十岁就做县市长 他真能办事 真懂事 真可以做地方上的父母官 拿出很好的政绩来 我们民国初年 我认识的还有一个 也一位佛门弟子 就是张灵 也许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也许过去有同修曾经跟他见过 这个老总统的纪念歌是他做的 张灵 19岁当县长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一个不满20岁的做县太爷 所以中国古老的教学跟现在的方式不一样 着重在真实的学问 当然从前分科没有像现在分得这么细 现在是越分越细 古时候这个科目很简单 着重在做人 着重在为明佛物 所以从前是学而悠着死 国家培养人才 宣拔这个地方首长 标准是什么呢 这汉朝地的标准 这个标准一直到南清 都在应用 用了将近2000年 标准是两个字 孝林 所以中国古时候有选举 它不是全民选举 谁选举呢 地方官员选举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地方首长 台北市的市长 你做市长 政级里面 第一重要的 就是替国家宣拔人才 进行首上赏 替国家推荐人才 国家给你的赏赐是最高的 国家最高的赏赐 我们今天想学这个寻张啊 这个赏赐 赏个什么人的 给国家推荐人才的 所以从前你看看做官的 那个做官的戴的这个帽子 这地方首长戴着这个帽子 跟普通人帽子不同 他这个帽子像楼梯一样 前面矮一层 后面高一层 那个帽子叫什么帽子 叫进行官 希望后一代比我们这代高处 他取这个意思 他都有表伐的啊 你说帝王戴的时候呢 戴的时候面流 那是什么 表平等 做皇帝心要平等对待人啊 那个做官的时候 希望后来要比我们高 后来居上啊 都有意思在啊 很好的意思啊 所以替国家宣拔人才 常常出去私房 房什么呢 孝林 孝子 忠臣出孝子之门 这个人能孝顺父母 必定能够忠于国家 能够忠于人民 他但死能尽心的尽力了 连接呢 就不贪污啊 所以国家宣拔人才 是这两个标准 一个是尽忠 负责任 一个是不贪污 连接 以这个为取材的标准 国家呢 培养这些人才 发心 这个 能够孝顺父母 连接的人 把他选出来啊 由国家培养他 教育他 所以 他这个精神生活就充沛了 物质生活 并不将求 我们看到 从历史上看 多少古代做大官 做的将相 退休之后 真的叫年秀清风 一无所有啊 甚至于过的生活 是过平民生活 不是富有的生活 显出他的稿 得到社会人的尊敬 证明他确确实实 做那么大的官 做那么多年的官 没有贪污 没有发财啊 群心全力 为国家 为百姓 那么他自己 也非常的安慰 一生 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确确实实 做了些好事 为众生 做了好事 所以他的精神生活 当然充实 比较现在 他的生活之中 他们的生活 生活在 诗情画意之中啊 哪里像现在 现在 我看这些父辈人 我在旁边 文言旁观 他是什么 什么种形态呢 机器人啊 虽然呢 他有很高的地位 这是贵 他有很多的财富 这是富 他虽贵 虽负 但是他没有享受 贵也没有想到 是负也没有想到 天天生活在 烦恼 忧虑之中 天天生活在 患得患食之中 苦不堪言啊 所以大家 千万不要误会啊 贫穷的人 苦啊 富贵的人 比贫穷人 还要苦啊 那贫穷人 不过是 一时缺乏 物质生活 缺乏而已啊 他那个缺乏 就太多太多了 反而不如 贫穷的人 富而不乐啊 不如贫而乐 贵而不安呢 不如贫而干 平人有安乐 富贵人 哪有安乐 你要问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都是教育的问题 如果真正 受到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 受到佛法的教导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 富贵也好 贫贱也好 都能够得到安乐 都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教育问题 你要问怎么样改善呢 那一定要改善教学的方法 改善教学的目的 教育 决定是以 为民服务为目的 如果这个目的 只求个人的 这个财富 我只能够讲 个人的名为财富 我讲的是实话 不能讲个人的幸福美满 为什么呢 他没有幸福 他没有美满 财再多 他也不幸福 地位再高 他也不美满 真正求到 个人 幸福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社会的 祥和 世界 和平 一定要靠 能力的教育 这是最低的 一定要靠 佛法的教育 佛法是正觉的教育 佛法是大吃大物的教育 这个能解决 根本问题 儒家伦理教育 能够给我们解决 这一生的问题 佛法的教育 能够给我们解决 生生世世的问题 所以印竹后头两句讲 深信因果 信约念福 如果不念福 不把我们生活空间扩大 那我们就是有因无果 西方极乐世界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外太空 我们可以生到外太空去 可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人 那个电影是讲科技 那是静虚空变化界 科技达到顶峰 怎么说呢 所有一切受用 随心所欲 你想吃东西 那东西马上就摆在你面前了 这是科技才真正达到最高峰 我们晓得物质是怎么变现的 物质是能量变现的 这个现在科学家懂得原理 不知道怎么个变法 西方极乐世界 它这个念头一转就变出来了 想吃什么东西 把这个能量变现成物质 不想吃了不要了 也无需收拾 把这个物质再化成能量 没有了 你说多自在 我们现在到原地方去 还得坐飞机 还要坐什么火机 将来什么太空旅游 人家不需要 什么工具都不要 心里想到哪里 这身体就到到哪里了 这么样的自在 生活空间之大了 是一切祝福的刹土 我们今天讲要拓展外交 为什么不拓展 静虚空变法界 祝福刹土的外交呢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半道了 云云满满的半道了 我们讲六道 讲十发界 任何一道 你都可以去旅游 任何一道 你都可以去参观 来去自由啊 那个丝毫障碍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这次的菩萨 劝我们念佛 往生净土的真实利益了 你要不生极乐世界 你的旅游就没有那么方便 这也就是说明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拿阿弥陀佛的护照 走遍摄方法界 统统没有障碍 到任何国度都受欢迎 这个祝福菩萨一看 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特别接待你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这个道理都要能够 希望能够再更清楚 更明了 你就一定要去读《无量寿经》 读《大臣经典》 你就了解了 明白了 然后你才能生起信心 才知道怎么样做法 所以学佛一定是先把人做好 如果我们人都做不好 成佛成菩萨就没指望了 所以人要做好 一定是敦伦敬奋 应官大师 这几个字 比较深 现在一般人看到 不太容易懂 那么我把它变化 变浅一点 我讲真诚 清静 平等 慈悲 正觉 慈悲 这是讲用心 我们能用这个心 除世待人救 就是顿能 将我们自己本位的工作 做得圆圆满满 就是敬奋 那么我现在 是一个出家的身份 出家干什么呢 出家是做教师 人家见到我 称我一身法师 我要有法教人 所以出家是个老师的身份 真是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引说 这就是出家人的本分 受持是遵守 佛在经典上的教诲 依教奉行 读诵 天天威习 佛的教诲 不能忘记 为人引说 也是表演 做出来给人看 做出样子来给人看 说是为别人解说 这是出家人的本分事业 尽分 我们要尽到这个本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么也有现在这个社会上 你们是宗教徒 应该多做些慈善事业 没错 我们这个为人引说 就是慈善事业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善 唤醒众生的觉悟 这是真善 真词 真正救济一切众生 不是说众生没衣服穿 送他几件衣服 没吃的 送他一点吃的 那个解决不了问题 帮助众生 救了 帮助众生 明白了 这是真正的慈悲救济 慈悸两个意思 很深很深 送一点粮食 送一点衣服 那是鸡毛蒜皮的小就小慈悸 为人引说是大慈悸 这个福是仆度九法界的众生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知道怎样去做 把这个工作做得圆满 做到究竟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 众生都能够觉悟了 这世界 所有一切灾难 都化解了 都消除了 觉悟的人 才真正幸福 才懂得什么叫幸福 才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觉悟的人 地位再高 财产再多 他不幸福 他不美满 所以 佛教与着重在觉 佛这个字 就是觉悟的意思 佛教就是觉悟的教诲 觉悟的教学 所以 所以决定不能把它看成宗教 看成宗教 就错了 而最彻底 最圆满的觉悟 是决定求生西方 基罗世界 这个求生净土 用现代的话 就是移民 我们移民到西方基罗世界 到那个地方向阿弥陀佛学习 希望将来的成就 跟阿弥陀佛一样 也能够法大悦 当足净虚空变法界 一切重生 所以信量 是真诚 真诚心 清净心 清净是不染无 不执着 平等心 是没有高下 没有分别 正觉心 决定没有迷惑颠倒 慈悲心 慈悲就是爱护 关怀 全心全力 就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叫慈悲 我们存这个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菩萨的模样 所以用这个为人演说表演给社会大众看 这也是这些年来 我到处讲经提倡四好 劝大家 存好心 好心就是这五种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存这个心 存好心 说好话 与好心相应的 就是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这是真正的 学为人事 行为示范 救度自己 也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是教育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有许多同学关心的 是个社会问题 就是大家常常看这个风水 看向算命风水 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的答复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你要明白这些四里的真相 你就晓得它是真的 不是假的 命有没有 有 命从哪里来的 命是你过去身中所造 善悟业 形成的 你过去身中造的善多 你的命就好 你造的悟多 那你命就不好 所以命不是人家给你注定的 给天地归神 给佛菩萨 给上帝都没有关系 命是自己造的 不关别人的事情 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谓是自作自受 所以真正通达这个四里的人 无论他遭遇多大的苦难 他不会冤天诱人 为什么呢 自作自受 怎么可以怪别人 纵然是行善 一生做好事 对国家尽忠报告 对人民热心服务 到最后的结果不好 甚至于遭很大的灾难 他也不会冤天诱人 为什么呢 这一生所受的 前生造的嘛 应该要受嘛 欢欢喜喜接受嘛 不冤天不游人 经生所造的呢 来生结果嘛 来生受嘛 因果通三世啊 不是一生的 一生做 一生受 这叫献报 对生做 来生报 在佛法叫生报 对生造卒 第三世以后再报 这叫后报 后报的时间 有的很长很长 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那你没有命运 所以佛法承认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人都有命运 但是佛法不将续命 也就是说 这个命运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怎么改变呢 是按我的念头 你要是觉悟了 你一定会断悟修善 你就会把你命运改好了 你要是不觉悟 天天还是存心 干一些损人力疾的事情 造作一切罪业 那你的果报 就越来 越坏了 你的命运就变坏了 所以这个命运 它有个变数 那么一般人 他去算命看下 都能算得很准确 是什么道理呢 他天天虽然有变 有变数 他变的幅度不大 距离他这个标准 起伏不大 所以就相当准确 如果他有大善大悟 起伏太大了 就不准了 这个诸位要是稍微细心 留意的去观察 你就能够体会到 你也懂得 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命运这个事情 不难 那么讲到风水 有没有呢 风水有 什么叫风水 现代人提到这两个字 都觉得很神秘 其实这两个字非常平常 这两个字要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居住环境 居住的环境 给自己的修养 性情都有关系 有人喜欢山 有人喜欢水 不一样 不相同 你喜欢水的人 叫他住在山上 他这个风水就不好了 他不喜欢了 喜欢山的人 叫他住水边 那风水也不好了 所以诸位要懂得 什么叫风水好呢 你住的那个环境 你自己很满意 住的很欢喜 这个地方对你来讲 风水好 不要被人骗了 千万不要说说 我住在这里不满意 很多事情不顺利 那是你的夜报 与居住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是有一点关系 关系不大 有些居住这些环境呢 常常引起自己烦心 看到不满意 甚至是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布置 有人布置得很高雅 一进这个房间很舒适 有人这个房间还很流暗 一进去的时候就很不开心 这个通通都叫做风水 所以这个全都是可以改变的 不必让别人改变 请一个地理私来改变 那人很可怜 为什么呢 他的这个这个生命啊 受别人摆布 自己做不了主 你说这个多可怜 真真聪明人 自己做主 不受人家摆布 这个才快乐啊 平常我们在一块吃饭 请客的时候 有人夹菜给我吃 我就很讨厌 为什么呢 你夹菜给我吃 我受你的摆布啊 你叫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自己不能随我喜欢的 所以我常常就劝人 不要给我 我不受你的摆布 不受你的控制 话说的是很难听啊 他就觉悟了 就明白了 我喜欢吃 我自己喜欢吃东西 这个多自在啊 多舒服呢 生活环境 都不要听别人摆布 我们自己可以去选择 自己可以去跟着 这是真正懂得 什么叫风水啊 那么有人问 这许多 自古以来 许多虐待的帝王贵族 好像都没有得到 风水的好处 其实 他当时得到风水的好处 风水会变的啊 而且风水会随人变的 这个道理 明白的人就不多了 你比如说 家这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风水很好 住得很顺 没有一样不顺利的 家庭也没满 事业很顺利 一到这个地方呢 就住未必 甚至住在这个地方 遇到很多灾难 什么原因呢 他的性格不相同 那在我们中国人家呢 八字不一样嘛 所以说 对家说风水好 对鱼未必好 对鱼说风水好 对饼也未必好 一定要配合自己的一个人的修养 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习惯 一个人自己的勤操 环境给你这个精神生活 这物质环境给你精神生活 能配合的恰到好处 好风水 是这么一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 自己就不受别人摆布 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 这就好处 所以这个看风水的人 也有一句唐色的话了 负地负人居啊 他给你看到好风水 以后你在住的你倒霉了 不如意了 他说不是 不是我的责任 这个负地你没有福 他一句话就被你挡住了 那么由此可知 他这个话里面的含义 你要真正懂得 后面就看他了 我只要修福就好了 我有福 无论住 无论住在哪个地方 风水会随我转啊 这佛家讲 静随心转 就是这个道理 你的心善 你的心好 居住的环境 它不好的地方 它会变好了 你的心不善 你的行为不善 是个很好的 这个风水 你到那去住就变不好了 变坏了 这个就是 所谓佛家所讲的 静随心转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最重要的是要存好心 是要行好事 做好人 你无论居住哪个地方 无往而不吉利 那么幕后一个问题 人对命运是否天生注定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人确实有命运 家有家运 国有国运 整个世界有世运 我们中国古老典籍 现在在四库里面有收 黄极经事书 这是宋朝 邵康杰做的 邵康杰先生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的天才 他完全用素理来推断 推断整个世界的命运 这个世界的 这个这个兴衰 世界的吉凶祸福 但是他的文字很健身 一般人不容易看得懂 他是用素理来这个推断 素理推断的这种预言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 属于笔量 根据一些理论来推测 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是他的准确性呢 是相当高 不能讲完全正确 那么另外一种预言呢 是从定中境界里面看到的 这个很正确 像现在这个最近呢 我听说 有这个西方出了一本书 叫《圣经密码》 里面预测到近代 他写这个书是三千年前写的 对于近代 连波斯湾战争这个发生的日期 都诸解的那么清楚明白 许许多多现在发生的事情 他里头通通都有书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的时候 它是属于限量境界 那是定工 在禅定里面 所以西方人 他们感觉到这个书很惊讶 我看了这个书 很平常 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建筑 我们晓得不需要上帝 能够有粗产的这个功夫就行了 有粗产的这种定力的话 那么对于几千年发生的事情 他就能看到清清楚楚 为什么呢 贝华是古 这是古经 不离当年的 这一句话 佛在三千年前说的 在近代 爱因斯坦讲过 他说 过去 现在 在未来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是禅定的功夫 不一定是讲上帝 只要有这个定工的人 他都很清楚 他都很明了 这是一个学佛的人来看 很平常的 西方人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 可是他也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 山沃是个变速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变速能够把这个灾难化解 能够把这个危机迎候 要靠什么力量呢 靠大家住 如果这个世界上 能够有十分之一的人住 问题就解决了 就能够延后了 那些没有觉悟的人 沾觉悟人的光 所以一人有福 连带有乌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就沾他的光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